本次的這個懲處案 做出最嚴重的抗議 因為不滿遭到處分職務調動 保錡總隊中隊長19號深夜 寫下3400字聲明喊冤 把自己關進警局槍械室 整整4小時表達抗議 被逆名檢舉高總 是市場80 全體80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保錡總隊高層紛紛來到駐地 跟他進行協調 最終事件平安落幕 不過如今監察委員收到消息 申請自動調查 保錡總隊表示 莊里德過去因為多次不當行為 才遭到調職處分 包括2017年 陳言語騷擾女警 2020年在勤務中參加飲宴 2021年勤務中飲酒 因此認定他不適任主管職 經開會決議調職處分 但監察委員認為 處分是否符合規定及比例原則 有沒有涉及職場權力霸凌 跟檢舉是否符合規定等等 都需要深入了解 事實上保錡總隊的業務包含 衛環 食安 水庫 森林 環境保育還有國家公園 範圍遍布全台 因此警力分散難以管理 消財權小隊長 他是在南方四島警察小隊 擔任隊長 他執勤的時候 因為沒有巡邏船 他後來他就貼臉書 2017年保錡國家公園警察隊 小隊長消財權也曾因為 在禁魚區前驅趕漢漁民 執法過言引發民怨 導致將近一個月 無船可出海 保錡總隊業務繁雜 轄區從本島到外島 該如何控管 成了警政署的頭痛難題 經紀新聞 許志成 妍凱旭 採訪報導 Shayna 海神 雷 迷 海神 fier